当地时间12号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边出席第25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。 李克强表示,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,10加3是东亚合作的主渠道。 我们要进一步提振合作势头,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,促进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繁荣。 李克强提出五点建议。 一是,保持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,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生效实施。 二是,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,推动优化升级,帮助地区企业加强科技创新、数字转型能力,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 三是,提升危机应对能力,支持10加3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中心大米紧急储备机制建设, 支持提升清脉倡议多边化的有效性。 四是,深化人文交流。 中方根据疫情形势变化,优化防控措施,逐步增加国际航班, 为东盟和日韩留学生返华复学积极提供便利。 五是,助力可持续发展。 举办10加3清洁能源圆桌对话,助力地区减贫发展。 中方愿同10加3各方一道,不断凝聚共识,深化务实合作, 为东亚合作的美好未来不懈努力。 与会领导人表示,10加3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,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,合作抗击疫情等方面, 取得重要合作成果。 各方应紧密团结,深化各领域合作,促进地区一体化,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,推动10加3合作,取得更大成果。 与会期间,李克强应约分别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, 韩国总统尹西越,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面交谈。 李克强表示,中日是搬不走的邻居, 双方应共同推动中日关系,稳定健康发展。 中方愿同韩方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原则, 推动中韩各领域合作持续健康发展。 中非传统友谊深厚,两国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, 中方期待同非方加强高层交往, 与其他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。 岸田文雄,尹西越,马克思表示, 都高度重视对华关系,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双边关系 与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发展。 萧杰出席会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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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